行政院宣布六月份开始 组团附中禁团令 放宽但是不解禁 让旅游业者一听很错愕 消息传开来 福州旅游协会在昨天晚间 也发函给马祖观光协会 决定要延后 原定在六月十号的彩线团 总统赖清德 今天早上出席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 开幕式时 除了再次宣布新政府 会以观光立国之外 对于两岸的观光旅游 他也强调 会秉持着对等尊重 互利共荣的原则 请参开 台北国际旅展盛大开幕 总统赖清德在台上 跟旅游业者们站在一起 宣示推展观光产业的决心 政府一定会秉持 对等尊严 互利共荣这样的目标 来推动两岸的观光旅游 职责就是 稳定台海的和平 和平发展 循序渐进中 重启两岸的旅游 在和平信任务实中 稳健交流 总统主动谈到两岸旅游 就在前一天 行政院才宣布 两岸禁团令 毅然未解 让旅游业者们 感到失望 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 会跟总统报告说 希望他也能够把禁团令 拿掉 这是一个枷锁 一个紧箍咒 对我们旅游业 是非常不友善的 而在6月10号 福州驸马组的财献团 没想到福州市旅游协会 发出声明 行程要延期 但旅游业者认为 延期的意思 就是目前不来了 两岸旅游市场 这庞大商机 却迫于两岸情势 政治等因素 无奈只能维持冷冻 政院表示 会持续沟通 我们有跟业者 做了相关的一些讨论 也取得初步的理解 我们适时的 再加以滚动式的检讨 确保旅客 还有旅行业者的一个权益 在维持禁令的同时 放宽一条路 让6月前规划成团的 依然可以出团 只是政府一面推检观光 去对两岸旅游团 设下难以跨越的关卡 业者无奈 只能静待 开放之日 目前看来依然 遥遥无奇 记者零星期黄伟才 特别报道